本周五的经济日历将为您带来美国最新就业数据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信息 上午9点10分将要发布的是2月份 欧元区零售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由于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的数据持续下跌 过去三个月该指数保持为复值 格林尼这时间中午1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备受关注的2月份美国就业报告 1月份失业率走低 达到近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就业增长稍弱于预期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的是1月份美国贸易平衡 12月份贸易赤次扩大 主要是由于出口下降 进口上涨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的是1月份加拿大贸易平衡 相反的是 加拿大贸易赤次收窄 主要是由于出口的强劲增长 下午3点钟将要发布的是2月份 加拿大艾维采购经理人指数 1月份该指数出现令人惊讶的上涨 飙升至4年新高 您正在收看的是3月4日本周五的经济日历 我是珊姆梅雷迪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